今天晚上這個月份 每天晚上休息 請留給我 我們來庭哥 請留給我 很久不見 謝謝 資料很多研究 或者很多Toronera不同的店鋪 其實新鮮食品是最能吸引顧客走進來 所以你看到很多時候 超級市場都會把新鮮貨品 放在近門口的位置 對 我們來講更加有一個重要的 就是我們是買日本食材 所以我們會把很多日本時令的新鮮貨品 特別尤其是水果放在近門口的位置 在顧客買東西或想買什麼的頻密程度 而且他需要選擇 或是會否已經在購物桌上擺盤 一些比較有興趣的 看見覺得很有趣, 沒試過會買的 多數會放在近走廊, 容易經過的地方 例如柴米油鹽 那些會是用完之後, 我真的會去買 那些就會在更多地位置 有一個研究剛好說了 消費者在頭的23分鐘 他仍可以保持頭腦清醒 即是他仍然可以計算數 究竟自己應該買什麼 但那23分鐘之後 他開始這個能力就會降低 甚至到40分鐘的時候 他開始很累, 開始失禮性消費 或是亂買東西 所以令超市總統的策略 都是想人們逗留得久一點 同時希望他多買點東西 就算頭腦清醒 一些商家的招數, 你也未必避得過 有留意這個層架是有些特別的 超市有時在擺放的策略上 也會有些特別的味道 例如你看到, 這裡會擺麵包 以及早餐的穀物 這裡會擺放果醬 而那裡再遠一點 他會擺放牛奶 甚至乎一些果汁 我們叫做關聯性消費 他想消費者當他想著買麵包的時候 他就會看過 對, 我也想買果醬 或是在花身上 買完之後, 他會說 對, 我也想買牛奶 也想買果汁去喝 所以這也是他的策略 想人們多買一點 另一樣東西 你也會看到有不同顏色 是吧 其實很有趣的 也是有研究做過 消費者會經常以為 有顏色的牌代表特價 但是有一個研究告訴你 他在兩天分別在不同的日子 去做一個觀察的研究 他發覺同一個價錢 同一個產品 他只轉了顏色的牌 他發覺, 譬如他用黃色 代表減價 那天, 那個產品的銷售量 突然提升很多 但其實兩天的價錢是沒變的 這個研究告訴大家 原來消費者有時候 他不是想得很清楚 一看到這些牌 就會有一個衝動的消費 再走進去 來到不少人 都會停下來望望的薯片位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很好吃 好像很好吃 而且我留意到 他們所有價錢派都是九個九折味 超市很喜歡用策略 令大家覺得東西比較便宜 所以其實這些薯片 可能你看到十個多 等於十多元而已 但其實它已經成二十元一包 這個也是, 原來這個二十九 其實就是三十元一包 所以消費者走超市的時候 可能他也要注意一點 就是看清楚一點 價錢其實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便宜 走到最入面, 很香、很熱鬧 這麼多食蕩, 我又看看 最主要是想消費者 買東西的時候 他也可以有地方坐下來吃東西 吃完之後休息後 他可能又有機會再走過再買 又有動力 對, 又有動力 另一個原因就是有時有這些食肆 也可以帶動人流 有些人走過又看到 好像覺得為何這麼多人在這個地方 他又會吸引了另一批人進來 走, 走的時候 他覺得很多人 好像有個虛的感覺 就像襯虛一樣 有些人可能不買東西 可能沒想過買東西 但看到這麼熱鬧 有這麼多人 令他們不期然又會買多東西 有些人去排隊付錢的時候 你都會發覺他在排隊的位置 都會放很多很小件又很便宜的東西 例如香蕉膠 或者糖果之類的東西 其實他主要的目的是 是想造成一個叫做 也是衝動消費 因為在等排隊的過程裡面 你也要等一段時間 你也有點無聊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放一些小件的香蕉膠、糖果 希望他在排隊的時候 他就買了 Lisa, 加上螢幕也聞到香味 對 味道可見 不要, 你已經買了很多東西 不妨再 其實你要發覺出口 因為我們要付錢 超市在出口也放這麼漂亮的蛋糕 原因是想吸引你 就像你的消費者一樣 看到這麼漂亮的蛋糕 色彩這麼漂亮的東西 就吸引你去繼續買 很硬衝動 對 不想亂花錢, 那又有什麼辦法 簡單的方法就是他買東西之前 真的要有一個名單 他會寫定那天他會超市的時候 他主要是買什麼 就控制自己不要多賣東西 如果他真的連這個方法也不太合適 那就真的不要帶銷售 真的帶足夠的現金 現金的意思就是 足夠賣他那天所需要的現金 還有一些方法就是 看他會否帶一些比較理性的朋友 跟他一起去消費 譬如我們經常說笑 如果你帶一個男人去 那男人通常比較理性 另外就是可能買的時候 真的不要推扣物車 因為推扣物車實在太輕鬆 你買了很多東西 你自己都不知道, 等一等 但如果你拿出扣物籃上 你不拿 其實根本限制了你買東西的可能性 所以這樣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推扣物車 資訊文字幕